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主里人赞多 他们选择的词牌名是 由主里人参与的 15人大棋舞 我们有个额外的限定 它会有八个 中国古代的词牌名 作为这支大棋舞的 一个主题 很难 思念和相见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思念 这支的主题对我来说 受虚环党 因为我不知道的 词 赞多主里人选择的是 念奴娇 因为念奴娇这个词牌名 它本身是起源于 唐代的歌迹 所以它的起源是 娇美的女性 但是到了宋朝之后 尤其是以苏氏 我们为主的 豪放派的词人 他们都是用念奴娇这个词牌名 但是显得全是属于豪放派 所以它本身的属性 就是对冲的 我们本身也是一个 但娇美的感非常洒爽 豪放的 对 这个属性就是非常符合 我们俩的谎 对 B.S他们 还有要求把他们的 美丽完全不一样 那我想表达的是 人的不一样的美丽 老师你好 你好 那个我们马上要排 那个大棋舞嘛 就我们好有一些需求 你把你这个 共产到我这个屏幕上面 我帮你看一下 好 我们把前面先修改一下 好 首先它这个前奏两遍 太多了 去掉一遍 前面太长的话 进不了这个情绪 对 对 在进最后一段副歌的时候 想要一些 可能类似打击乐的声音 赞多主理人自己录了一个 这个点加这种音效是吧 嗯 听一下 差不多 可以吗 OK 那我先去排练了 嗯 好好好 老师拜拜 中国有传统的 以前的东西的美的店 还有未来的 电脑的那种的 进步发展的那种东西 这个作品里面 都有厉害的点 其实POPPING和Jazz 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五种 融合在一起 本身就挺难的 而且这次又碰上 我们完全没跳过的 国风主题 这个东西真的是 一个大胆的尝试 BS和Youtube吧 我一直都想一想 怎么配合他们 而且第一次的合作 舞团不一样 他们的习惯不一样 但是 我想挑战自己 挑战他们 我在比赛的话 需要赢 需要拿第一名 才有意思 接下来请主理人用一句话 介绍你们的作品 让我们开始 时空流行吧 好的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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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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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多老师这个聂儒教这个作品非常的有意境感 包括他开头像拿了一本书打开了之后 进入了那个那个世界里 聂儒教的世界里 我觉得这个我就想吧 真的是很牛x 很牛 plus 站多他非常为他们的作品加分的 因为他们用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然后做融合 然后只用了一首歌 站多从头到尾去做串插去做串联 我觉得这么短的时间我真的非常惊讶他们竟然能做成这样 谢谢谢谢 好的 站多好 好的 站多好 好的 站多主理人有没有三十小时间为自己拉票几时开始 开始 开始了 我们的表演怎么样 我们的作品里面有杂质 还有 泡营对吧 对 我们的对 对 很好的作品和融合很难 但是我们很努力 我很满意 谢谢你们 好的 谢谢站多主理人 请五位专业技术评审打分 现场的七十四位观众评审请起立 如果你选了这个作品 就请投出你们手中的霉红色毛巾 三 二 一 谢谢 谢谢 工作人员请上场机票 好 我们现在问一下五位主理人对这支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 晴晓主理人 因为首先 POPPING跟Jazz他们要再一起完成一个作品 已经很难了 再加上我们这次的主题要扣在国锋和磁牌名上 然后14个女孩和一个男生 所以在编排上面其实难度很大 但是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就有一幕很让我感动的是这边跑到这边来后呢 VS Girls跑到那边去暂多在中间跑过去 我觉得那一幕的交融真的很让我震撼和感动 然后暂多是一个点金之笔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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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念卢焦这个主题 诠释得非常好的原因是 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女子跟现代的POPPING 结合在一起这种刚柔并济的感觉 然后我很喜欢的一段是大家聚集在中间的时候 穿着这么轻飘飘的服饰的女子 可以一起做POPP的动作 喜欢 谢谢 但我要问一下我们的队员们 就是暂多主题人在排练的时候和在舞台上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我们上一次的话就比较紧绷 因为就POPPING 然后跟暂多老师合作 然后就挺害怕的 挺害怕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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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